哎 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 你说我这胶带沾一沾还行不行 肯定不行还没想 我还有几个新的讲页还没用呢 咋整啊咱才到这啊 咱那大地裂痕裂痕还没看 还没飞上去拍裂痕呢 无人机先毁了 想象吧 我给大家讲 在广袤的喜马拉雅山北坡 平坦的大地上突然出现了一座 不对一条裂痕 完了 我就说什么扎屁股 不心疼吧 残还有啥心疼的 好好好 扎到我屁股了 再见了 没有无人机了 我们只能用眼睛来记录了 还要多久 我们改变了态度 而且拿了地方 我们委屈了自己成全谁的梦想 只是这样的日子 哇这个洞 哇这个洞 要是有无人机的话 我们可以从这个洞里穿过去嘛 是不是 那最后还是减飞机的命 而且这还不好下 哈哈哈哈 咱没有无人机了 但是咱老郭可以做出无人机的效果 你说一个人的美丽是认真 两个人能在一起是缘分 这是准备靠中间这一根绳 把这一片岩石勒到这 不让它倒下去吗 你昨天没有墙嘛 你看嘛 这一个钉子 那一个钉子 我敢说你也敢信吗 它的作用肯定不是不定那一片悬崖 这根绳主要是看这个悬崖 如果这根绳越来越紧 或者这根绳断了 就说明这根悬崖 已经开始往外倒了 所以大家就更不能在这了 啊 美文化 这就跟为什么好多山上 就是有些有尤其是咱们华山 很多悬崖下边 那种内凹的那种悬崖下边 都有那种小木棍 啊 就是知道蛮好 你能看到好多 它的作用并不是靠这个小木棍 去织这个山体 而是说这些小木棍 如果崩出来了断了 或者是位移了 就说明这个山体松动了 或者是即将倒塌了 所以这是一个警示作用 这么有文化的 还真有能靠这一根绳拉住它 我真的以为 没文化 真可怕 我去 这不是大裤衩吗 H这是 这么像一条没有拉直的秋裤 好多的许愿盘啊 我也想挂一个 你想写啥 我想写无人机永不斩机 你站在高处 假装有无人机 假装有无人机 你站在高处 可能能拍一下 这个景色 最后的卷掉 起飞喽 起飞喽 你听 下面一条河应该是 是的 我刚才找无人机的时候 听得更清楚 应该是雪山融水 可惜了 咱们啥都看不到了 麒麟霞 是一条大地裂痕 我的小心脏上 也有一条裂痕 哈哈哈 过吊桥啦 哎呦我看我们果汁下大雨 腿都睡得不直 哦 哦 哦不敢走了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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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哎呦妈呀我有点怕 哎呦我也有点怕 哎呦妈呀我怕 这儿 地上全被掏空了 你快走我有点怕 同样的方式 还要多久 我吃了 我们改变了态度 而且拿了地方 我们委屈了自己成全谁的梦想 只是这样的日子 还剩下多少 我们素材来自网树 好了 麒麟霞景区游览完毕 代价是七千大吉 定节宗城堡 要不要去 去 确定 去 那就去 去 也不知道啥地方 反正看路牌我们就进吧 定节宗城堡 往前开吧 应该有三十多公里 但是呢 我在地图上也没有查到 我在山上都没有查到 我现在抖一让搜了一下 大家说的 说 居路口有三十公里 可以去一个定节宗城堡 那就去吧 三十公里 走吧 这样一路过来 全靠问人了 因为有很多个岔路 我们没有导航 不知道该怎么走 然后当地村民很热情的告诉我们 就沿着这条大路一直走 看到岔路也不要拐 就沿着大路一直走 走个三四十五十公里 他也说不清楚 大概就是个几十分钟吧 就到了 二十分钟 我们现在看到这一排排雪山 全部都是喜马拉雅山脉 一直绵延过来 然后看到这边 这边 这边 最高的山峰就是世界第三高峰 叫啥赶城 张家峰 赶城 张家峰 海拔八千五百度呢 咱俩刚才为啥不把脱瓜放下来 开始大白景 碰了 这缺东西 真的没想进来 算了 已经进来了 那就走吧 三十多公里 我们二百也去浪闹一下 这怎么还有盘山路呢 又后悔了 又应该把二百扔路边 对 没事 这盘多大 掏他的油费 我都够吃的好吃的了 这话上你说的 你要让二百听到了二百六挑子 这有一个这么大的一个湖 它就是定节宗措 没想到吧 在这个里面还藏着一个措呢 我想到它可能有措 但我没想到有这么大 看到没 湖边好像还是结冰的 有心航拍一下我们的定节宗措 结果你看见我们的五人节 是不是 是 只能这样让人看一眼了 那停个自己飞 好不好 寻运了好多当地的村民 终于知道确切的方向了 马上就到了 就在前面那一块了 应该是路正中间这 看两边 两边都是白房子 然后中间这 刚才那个大姐给说的 哦 是这 是这 我们终于找到了定节宗承宝 定节宗承宝就藏在这个小村子里的 这个美女怕我们找不到 给我们带路 眼前这个建筑就是定节宗承宝了 走 我们继续看一下 墙上这些都是牛粪 那不是牛粪 那是普洱茶 嗯 以前这的贵族 看看门上的雕花 哇 这个建筑真的很气派了 我们去室内看一下去 已经荒废了 是吧 对 已经现在不住人了 我们做一仓库啊什么的 上 二位去吧 上来之后 上面有超级多的这种小房间 一个一个 这一整圈全都是房间 这个房间采光好呀 这是那个大户型 增重大门 咱上来那个大门 而且 这全是老的 你看这房顶 这柱子全都是老的 还有 哦 这画的好精细哦 你看这画的 很有特色呀 我去 这梯子都有年代了 我们运气太好了 刚好碰到了旅游局的在这儿勘察 然后给我们介绍了 始建于清康熙年间 然后本来呢 这层建筑应该是五层 然后因为年久失修倒塌一部分 然后当地村民也没有那个保护文物的意识 也会拆了一部分 然后现在只剩两层多 现在我们站在二层的顶上 你能看到上面还是一个的格局 一个一个一间房间或的格局 太神奇了这地方 而且 正对着这个干城张家峰 我的天哪 这是一层 怎么感觉有点像地牢呢 上面是一个采光景 这是一层大厅最理尖 怎么还有点渗人呢 这个仓库吧 这个是 应该是个仓库 因为能闻到浓浓的这个草料味 是吧 我的天哪 我的天哪 好吓人哪 看墙上一个影子 你吓死我呀 这个拥有三百多年历史的古城堡 现在 不过现在 因为旅游局的人已经开始注视起来了 所以当地的村民养了牛啊 羊啊 都已经牵出去了 也开始修复 开始保护起来了 对 咱刚才上去的时候 他们不是在拍照片吗 登记吗 对 赶紧保护起来 全是文物啊 这些都是啊 这就是定节宗城堡 定节县名字的由来是从这儿来的 而不是像我理解的 先有了定节县 然后管这个古城 叫个定节城堡 是先之前的老县城在这边 叫定节宗 然后现在新县城迁到外面了 叫了定节县了 唉